冰桶挑战停剑洞人,台湾病有约千人 剑洞人罹患的疾病称为运动神经元疾病 又因为形态不同而有四种分类 剑洞人是指脊髓、脑盖 及大脑运动脾质的运动神经细胞 因为天生、遗传或后天中毒等环境因素 导致运动神经细胞萎缩 引发四肢、躯干肌肉无力 发病初期会有长跌倒、全身倦怠等症状 进而出现吞咽、呼吸困难 必须仰带鼻胃管、呼吸气维生 剑洞人的感觉神经、智力并没有囤化 所以就像一个正常人住在逐渐冰冻 不停使坏、也不会动的躯体里 只能靠眼球转动表达自己 具有病友,形容自己是望着天花板的人 台湾约有八百只一千名剑洞人 他们无法治愈,只能服用药物延缓衰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was 约 口